Q版炭治郎跟迷豆子公仔 讓粉絲駐足討論狂拍照 玩具展入場第一個展示區 就是現在正康的鬼滅之刃 九州的人行立牌 讓大家爭先合照 因為這次只有展齊只有三天 所以特地過來 很驚豔的 而且也覺得很 就蠻棒的 那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神豬 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 更有不少人是看完劇場版後 再來朝聖玩具展 當中亮點還有炭治郎 跟炎柱的1比1日輪刀 漆開的刀身與花紋等細節 高度還原 第一個進來的九州吧 它光上面就已經寫了很多的名稱 這樣讓你可以拍 也比較有礦管人啊 比較能去拍照 關完了鬼滅之刃 後頭其他主題 則是經典不敗系列 像是魔神英雄傳 巨型公仔 以及目前仍不斷推出動畫的七龍珠 都讓入場民眾拍照拍不停 巨漫畫還在連載中的航海王 也成了父子之間的共同喜好 我有在他成長過程中 有給他一些 航海王的一些相關的故事 所以他會看到這些 類似牽牙號 他就有點興奮 所以就順便看一看 這也算是父子之間的話題 對… 那個公仔你剛剛看 有沒有哪些是你覺得 做得很棒還滿喜歡的 那個劇王犬 劇王犬 可能是有收集公仔 玩具展最後一天 一早就湧入不少粉絲朝聖 除了有各式公仔可以欣賞 還有相關周邊可以帶回家 就是要讓粉絲們逛得過癮 記者 彭志華 謝偉 N小組 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